平時用不鏽鋼煮食後 可能會見到鍋裡好像有油污一樣變了色 或者變得暗啞 其實會不會對人體有害 不需要特別擔心變色的問題 通常只不過是鐵在不鏽鋼加熱的時候 有少少表面氧化 只要把醋、檸檬酸、檸檬片 放進去用熱水加熱的時候煮 它自然很快會溶走氧化層 那些藥酸就不會對不鏽鋼煮造成影響 但它提醒之後一定要徹底清洗乾淨 因為之前有研究發現 使用不鏽鋼煮酸性物質 會釋出比較多重金屬、鋁和鋼 所以陳博士建議 若煮番茄湯或者薑醋 就應該改用玻璃、散鐵或者啞等的廚具 另外在清洗的時候 也不應該用鐵絲刷去散煲 以免磨損煲身、增加釋出重金屬的機會 至於不易貼底的易結鑼 若果吃了剝落的塗層會不會致癌? 陳博士說 美國研究結果顯示塗層對人體無害 但提醒當加熱去到攝氏300度的時候 塗層有可能分解、釋出刺激氣體 提醒大家不要乾燒易結鑼 多望記者審知好不得到 謝謝! 如果大家有聲鼓勵,我們會不會給我們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大家晚養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